在日光之城拉萨的西北方,有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,宛如嵌在都市中的人间仙境,那就是拉鲁石地,一个神奇的自然宝藏。 拉鲁石地俗称当热,意思是以生长芦苇为主的石地,原是拉萨主要的放牧场与割草场。 为了保护这片拉萨市内的绿洲,拉萨市专门成立了拉鲁石地保护部门。 作为全国唯一的城市石地,拉鲁石地为拉萨一年吸收8吨左右二氧化碳,5000多吨尘埃,给拉萨市民带来了约5万吨氧气。 这些数字背后,石地管理局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多。 然而,这里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 清理拉机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体力活,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。 面对种种困难,拉鲁石地管理局这些年轻的工作来源却从未想过放弃。 拉鲁石地有一部分指定区域在特定时间可以放牧,这是为了防止过度放牧对植被产生伤害。 起初这些人们对他们的举动都表示不理解,原来开放的石地为什么突然就不让进入了? 后来,经过他们的悉心劝说,原来的闯入者们渐渐地明白了其中的良苦用意,甚至还和他们一起做起了拉鲁石地的守护者。 通过这次经历,石地工作人员们意识到,只要及时宣传保护石地的相关政策,那先向大家讲明道理,就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。 在管理员们的西线照顾下,大变样后的拉鲁石地空气干净清新,避水掩映着蓝天白云,野黄鸭惬意地在拉萨河畔栖息。 拉鲁石地的变化不仅影响了生态环境,更影响着这些守望着自己的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